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有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都很久了 自從我信了主 再將生命交回給基督之後 我有這個夢想 我有一天 我盼望我可以發明一件很簡單的事 去到一個三世界的地方 去開一間廠出來 去製造這個很簡單的東西 可以去賺很多的錢 但是這些錢可以去投入這個公司裏面 去請更加多的人 讓這些人可以聽到福音的訊息 可以在這個公司裏面 這個廠裏面去傳福音 這個是我的夢想 但是神未讓我看到 這個意象或者這個夢想是會成真 我還未有那間廠 我也未有機會走到三世界 開一間廠去傳福音的機會 但是呢 其實有幾次可能是很接近 突然間我想多一些東西 我覺得應該有這個產品 可能會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我可以去製造這個東西 就可以開這個公司 在三世界裏面製造 就可以請很多人回來 有在街上請很多人回來 去拯救他們 幫他們 最近我想了一件事 如果你認識我呢 你知道我在Amazon試了很多的產品 我就用很多的時間 不是用很多的時間 但是我就去找一個絕世 在我的車裏面可以幫到我 保持電話的器材 其中試了一個就是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都見過 這個就夾在你的封口 然後有一個磁石 你就放上去 就黏住了 我有一個電話 你放上去就可以黏住了 那個封口 但是你發覺擋住了那個封口 還有如果冬天的時間 你開熱的話你的電話會過熱 我發覺 而且很高 放到這麼高 你就好像很難阻礙了 我也不喜歡用你最常用的 看到有一個吸住的 放到很高 或者放在窗口裡 遮住了你的視線 我找一個挺好的 這個是放在你的CD Drive上 剛剛在正中間 不會太高 不會太低 剛剛在你的視線裡面 但是這個很麻煩 因為你要強行的電話 通常要用兩隻手才能做到 那你上車 又不會用兩隻手去做那樣東西 但是我想想想想 不是的 由這個 和這個中間 如果可以 combine它 那就好了 那我就自己用不同的材料 去做一個 custom made 給我的車的肉品 就是放在車的中間 CD player 最中心那裡 磁石 貼上去 就搞定 一上車 放下去就可以用GPS 接著我說 這個好用 為什麼市面 沒得賣這個 是用CD RAM 放進去 磁石面 的呢 近來我發覺 開始有得試這個產品 但是我查回Amazon 什麼時候開始賣 是11月開始賣 我做這個產品的時間 是9月的時候 如果我那一刻 是真的去拿著這個產品 哇 其實那些廠已經在製造的東西 只是兩件東西合在一起 我找一間廠去做那件事 可能我已經發了答 因為Amazon的review 已經有幾百個review 幾千個review 可能很多人已經買了這個product 但當然神給我的計劃 不是這件事 我想到之後 做完之後 我沒有做到action 錯過了那個機會 人生你會發覺 很多時候你會想到一些東西 你很想去做 但是你沒有那個行動 你就錯過了那個機會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令到我的夢想可以去成真 我們在Skywalk Bible Church 我們都有一個夢想 我們從一個需要裏面 去看到一個意象 神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在這個社區裏面 可以將人 一些很high tech的人裏面 去帶到不單止他們 平常裏面 很有知識 但是讓他們看到 他們更加需要的是神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行動的時間 我們可能錯過了那個機會 所以Pastor Jim和我 就是有那個行動 看到那個意象 可能是要直堂的時候 怎樣將這個福音 去給這個 Silicon Valley 這個區域 這個community裏面 去得到那個福分 我們是從那個意象裏面去開始 但是我們有行動 去back up 當然是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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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走 可能我們做的時間 我們現在去到一個地步 可能我們有做錯的時間 可能走了一條挖頭路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繼續拿著這個意念 一步一步有行動去鋪排 希望這個意象可以有一天成功 我們在Skywall Bible Church 盼望的不是開一個新的教會 就算 不是那些人來到敬拜 星期日 星期五團契之後 回家就算 我們盼望的 是我們聽到之後 我們自己個人領受 聖經裡面的說話之後 我們不單止是聽 但是我們去哭 那是最難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要成就神的國 即不是我們自己做 我們要有份去成就神的國 我們一定要有行動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就停頓了 在自己想一下就算 看到的意象都挺好的 但是沒有刻意去有行動 一步一步去達成 可能我們的信仰 我們所信的東西 成為我們心裡面 一種令我們feel good 讓我們覺得我們自己都不差 人品都不差 但是確實要做的時間 別人怎樣看我們呢? 可能去到最尾 我們要想我們去到最尾的時間 如果我 即我現在三十 三十三歲 三十三歲 我三十三歲 去到我最尾的時間 如果不知道幾時 五十歲八十歲 不知道神日的恩典是多少 去到最尾的時間 我才後悔 原來我這一刻 沒有去做到神叫我做的事 我這一刻沒有活出到 聖經裡面叫我去做的事 作為一個信徒 作為一個門徒 我應份去做的事 但是去到最尾的時間 你不能按個reset button 不能按個redo button 說我回去之前 重新來過 究竟我們這一刻 要做些甚麼 才可以去成就神的角度 怎才可以有份 去活出到神 給我們應有 我們活出基督裡面的樣色呢 究竟我要做些甚麼 才可以去影響這個社區 影響我身邊的人 有甚麼行動 才可以幫到人 去到神的面前 我們今天會看《雅各書》 這段經文 你看到之後 可能會有很多爭執 先讀第一句 《雅各書》二章十四節 一起讀 《我的弟兄們》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 卻沒有行為 有甚麼益處呢 《者信心能救他嗎?》 你看到的時間 你第一次想起 好像是靠這個行為得救 但是我們看《聖經》的時間 不是說這件事 其他的章節裡不是說這件事 究竟這裡面那個 我們看到表面上的矛盾 對我們來說有甚麼影響 我開始之前 這段經文是爭論了很久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你要看《評論》 你可能看二十至三十二 都是說這幾節的經文 這幾節的經文 其實是十四節到二十六節 是一段經文 但我們今天只會看十四至十七 我可以用很多的時間去講 用三十分鐘的時間去解釋 不同的看法 有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 但其實我們每一個都知道 《聖經》裡有很多不同的章節 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得救是本符恩 不是靠著行為裡面去得救 雅各在這裡說的話 當然可能是說另一個訊息 雅各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雅各書成立的時間 不是成立 雅各書寫作 即作者寫的時間 是寫給一群信徒 那群已經信了 但是雅各這個作者 就知道有一個問題在當中 這群信徒裡面面對一個迫白 但是他們活不出到他們信心裡面 平衡裡面的行為 所以這個作者希望去挑戰這群雅各 雅各書裡面的讀者 這群人希望他們可以究竟 當你去面對有persecution的時間 你會不會那個行為和你的信仰是一致 我們今天可能講到很表面這個解釋 我就會停在這裡 我們上次查經已經爭論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怎樣去看這段經文 今天不會再多講 但是你就會看到 繼續看下去的時間 雅各用了一個例子 去解釋他前面說的那個statement 就是信心沒有行為是自己的 十五節至十六節 十七節一起讀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亦有怒體 又缺了又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的去罷 願你們酸得暖吃得飽 卻不給他們身體所用的 再讀第十七節 這樣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雅各在這裡講了一個 他講了一個他想support的point 就是你的信心和你的行為 你的行為要和你的信心相稱 我們知道這個是事實 如果你看保羅書信裡 肥立比書一章二十七至三十節裡 講到說你要活出的時間 你要活出天國公民裡的身份 如果你聽Tatio Jim說 這次沒有說之前聽過 要活出天國公民裡的身份 是那個身份在日常生活 在地上活出的時間 要和你的福音裡的信息相稱 即是你的信心和你的行為 是要一致 不是說你信心 你覺得你的信心在這裡 你的行為在這裡 你在雅各書裡 在十四章裡 從三個字 在雅各書十四章裡 講到一個信心和一個行為 十四節裡講到 信心和行為要平等 你的信心和行為一起做出的事情 他還用了一個例子去解釋 你信心和行為一定要平等 再講到第十七節裡說 如果你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即是你信心和行為不平等的時候 你的信心可能出了問題 接著第十八節就有人反爭 接著十九至二十三節 雅各就用不同的例子 亞伯拉罕那些祖父裡的例子 去解釋信心和行為是一起相恨 接著二十四節 二十六節 雅各到最後都是強調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你看到他繼續去強調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不是在講你得不得救的問題 我們講了這段經文 雅各書裡不是在講得不得救 是在講究竟你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致 你的信心和行為是否一致 你是否活出到那個信心 你說心裏面是信神裏面的信心 還是我們或者他們自己在騙自己 根本我們心裏面說我們信神 但其實有很多其次的偶像 我們很容易明白 他用那個例子 其實已經幫到我們去明白 如果你經過的時間 看到有人有需要 而他們沒有衣服 沒有食物 很餓的時間 你擦身而過 你跟他說 神祝福你 你回家吃得飽 穿得暖 你實際上幫不到他們 你實際上 你說有信心 是盼望神可以去拯救他們 但是你沒有行為去幫他們 去經歷到神 我想到的時間 我想到一個很實際 我自己的例子 我可以說我要去減肥 我甚至去E24 或者去City Sport 你喜歡去哪一間呢 開了個Membership 但我可以一次都不走入這個Gym裏面 我的信心是 我可以去減肥 我而有行動地去買了這個Membership 但我可以一次都不走入這個Gym裏面 或者說要減肥 在家裡不要買那麼多零食 但是你打開我雪櫃的時間 有兩桶雪糕 Pantry有四包薯片 還有汽水 我們很多時候就自己騙了自己 說我們會去做一些事情 甚至我們覺得我們正在做那件事 但其實我們自己在騙自己 我們根本就是活出不了我們的信念 我們活出不了我們相信我們在減肥 或者我們相信我們放神在第一位 但是我們的行為 告訴你其實神 可能是第二、第三、第四位 我可以告訴你 我好像可以Steph Curry那樣 六十尺這麼遠去射一個三分 你可以叫我證明給你看 我一直不射 你都不可以說我射不到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我不去做 我沒有那個行為 你不可以否定我不是 但是我就不讓你看我的底牌 因為我覺得我讓你看了 那我真是壞的 你明白嗎? 但是我們講到Skywalk Bible Church 我們直課的原因 我們盼望我們有Active 我們有行動 我們是Affectionate 我們是互相的用愛去對待 還有我們有Authenticity 我們有真誠在裡面 去坦白地去分享 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軟弱 你有軟弱 我有軟弱 全部聽的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做得不對的地方 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跌倒的地方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我們身邊的人去提醒 否則我們去自己欺騙自己 以為我們很熟悉 以為我們有很多知識 確實我們真的有很多知識 但是我們的信心和我們的行為沒有相稱 我們盼望在Skywalk Bible Church 我們弟兄姊妹可以活出到至少這三樣的 我們只有三個而已 至少做到這三樣 盼望的你可以更加的去效法基督 在日常生活裡面 不單止在這個團體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只想在這個團體裡面 這個是安樂Wall來的 打仗是要出去才能打到的 這裡是我們講的Strategy 如何互相鼓勵我們 但是真正的戰場是在外面 是跟一班未信的人面對的時候 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信心是否相稱 我經常都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身邊的弟兄姊妹說我是品格好 人品好 這不是真正去衡量我的違格的指數 是外面不信的人怎麼看我 才是衡量到我人格 我信心裡面的指數 弟兄姊妹 個個互相相愛 當然會 怎樣 即中國人怎樣都會客氣少少去說一些好的話 你可能不會告訴我 喂 你不行啊 你說到整天搖下搖下很滑 你明白嗎 即你不會這樣很刻意去說給我聽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自己騙了自己 我們這個群體裡面 在這個bubble裡面 我們覺得我們 everybody doing very well 但我們剛才說到我們盼望我們有active 有authentic 還有這個affectionate 我們弟兄姊妹裡面之間 真是可以說出真心的說話 我們去struggle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去說出來 我們其他 Skyler Bible Church 另外一樣很著重的東西 是我們要讀聖經 希望聖經去明白聖經 個人裡面去明白聖經的事 幫我們去成長 但記住 聖經不是一個總結的地方 The Bible is not an end The Bible is a means 我們去認識神 我們去愛身邊的人 愛神和愛人 只是一個途徑 不是一個總結的地方 如果我們看了聖經 我們有了那個知識之後 我們停動了在那裡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無法移動 我們需要去做的地方 就是去效法基督 我希望我們弟兄姊妹 不要只是在聖經裡的知識裡去停頓 我們很多時候說 不可以只是看了裡面 知道裡面的解釋 為什麼就算 一個good test 你知不知道 你要活出呢 就是如果你這一刻 還在想著 第十四節裡的矛盾 你還未解決到 你的頭腦還在查聖經 還在想著 究竟那段事情是為什麼 可能你只是追求那個知識 先澄清 我不是說你一定是 當然你要完全明白 聖經裡說什麼 你才可以去活出 你不要跟錯來做 但是我們的心 有時候是否被吸住了 被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我們經常說查經裡 很細節的東西卡住了 令我們看不到一個大 picture 就是雅各盼望這幫信徒 可以活行動 和這個信心是相情 究竟我們在這個bubble裡面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影響 我們在這個bubble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就 很容易就 我說這些東西其實 大家都 我不是刻意去攻擊哪個人 但是我想我們每一個教會 每一個團體 每一個基督教裡面的團體 都會有很客氣的時候 有什麼代祷事 最近也挺好的 我們很多時候真的 很dwell on 我們裡面那個internal struggle 是什麼 很感謝星期五裡面 有一個弟兄去分享到 說他裡面那個struggle 就是神叫他找工作的時間裡面 知道真的找工作 是可以去幫到人 希望在一個position 可以去幫到別人 可以在這個社會裡面有這個貢獻 但是在找工作的期間裡面 有很多的internal struggle 有些更加多 可以給我更加多的利益 的工作 我是不是應該去追求這一份 說到他怎樣去struggle 一個神想他做的去幫這個社會 去為這個社會裡面有貢獻 一份 哇 這份工有很多錢的 那個compensation很高 我還沒想到這份 裡面那個internal struggle是很real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經歷 但是如果我們這個bubble裡面 沒有一個真心的真情在裡面 沒有一個action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去追求一個世界裡面追求的東西 但是很感謝神 那個弟兄說到他自己去經歷到神 在他心裡面的轉變 幫助他realize 神是想他做這件事 神是想他在這個社會裡面有一個貢獻 去幫助這些人 我自己同樣 都在這個星期經歷了同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 我也分享了很多次 最近 就說到我那個租客不肯搬 裡面搞了很多事情 又出律師信等等 但我今天星期突然想了一件事 我在想 究竟 這個租客 我的租客裡面 的靈魂 的救恩 他可以得救的機會 裡面 值得多少錢 因為他搬不搬走 其實對我來說 我不會死 我不會開不了飯 但是他搬不搬走 是對我來說 可能我會看那個 是他多給我一個月 多給我一個月不搬走 我又虧租 又虧租 我又遲些賣屋 又搞很多事情 又要找律師去趕他 究竟 這個租客 的救恩值多少錢 2000元的租 兩個月 4000元的租 還是一年的租 還是一年的租 二萬 二萬四 這個租客裡面 值得的那個價 其實耶穌基督已經給了 就是 獨生子補血的價 如果神 都願意給這個人的債 我們地上裡面的金錢 算得了嗎 當我回想的時候 我就說 哇 其實 如果我不用恩典去對待的時間 我可能就固死了 我要把他踢走 我要把他踢走 無論他是對和錯 其實都沒有關係 我們還在最終的時間 神就去拯救我們 究竟我們的信仰 和我們的行為是否相稱呢 我們說我們信神 我們說我們信神 我們說祂給我們 What we need rather than what we want 但我們真的信這件事 我們的行為 跟我們的信仰 是否一樣 我們真的說那套做那套 還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 我們唯唯唯 好查驚 咦 很開心 咦 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咦 可以去試一下 咦 面對挑戰 咦 都是不好了 我們的心態就是這樣 所以弟兄姊妹裡面 有一個authentic的團體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需要提醒 我自己都很容易轉了牛角尖 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我寫了律師信叫他走 給三人訊息 我們不交租 你不要煩我 我要買屋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我都不想煩 但是回想回頭的時間 可能我拿到錯步 但是 起碼我realize 這個是第一個步 realize 是第一個步的問題 我們不要繼續去欺騙自己 說我們在這個團體裡面 我們很熟悉 每一個人可以很熟悉 下一刻就跌下來 聖經裡面說到 如果你越高的時間 你就越小心 因為你越跌 就越容易跌 越跌得快 這個時間 我在這個星期裡面 去反省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article 這個article很幫到我去 究竟 幫我去realize 一個 幫我去想 究竟一個人 如何去活出他的信仰 裡面有什麼象徵 這個寫 8 habits of people who live out their faith everyday 大家可以去看看 不是說一定是確定 這個一定是true的 但是也可以值得去思考 他講到 講這個之前 他講到說 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個忙碌的生活裡面 我們將我們的信仰 擺在side line 擺了去旁邊 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剛才說 以為神在第一位 但其實可能已經到了第二 第三 第四位 當我們去忙碌的時間 第一樣被擺出去的 很多時候都是信仰 因為生活重要 但是又是去回那個信心 我們是不是相信 神是會供應 而我們的行為 跟我們的相信 是一致的 好 第一 他講到說 they have restored times built into their lives into their days 即是每天都有安靜的時間 去安靜等候 不是什麼都不做 是安靜等候神的時間 不要做了一個藉口 就回到家 灌癡 灌癡的梳化 不是什麼都不做 是安靜等候神的時間 they don't see service to others as a special designated time 看到他們的服侍裡面的心態 不是一個限定的時間 不是說我們 好像弟兄姊妹說 我們去food bank幫忙 或者我們去街上派 派食 這個是好 但是這個是 他的意思是說 一個活出信仰的人 是隨時隨刻 都會去幫人 都會去把這個愛去彰顯 有一個行動 去把這個愛去彰顯 裡面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正 他說 love should be something we schedule love should not be something we schedule love should be a reflex 不是我們去寫 在一個calendar book裡面要做的事 但是是一個反應 一個回應 一個自然的反應 they consider character when everyone else considers outcome 他看的是自己的性格為格 但是這個世界裡追求的是結果 我自己 剛才我講的例子 我就是壞了這件事 我的character是應該用恩典去對待 因為耶稣基督是用恩典去對待 但是我就追求這個outcome 我要這個租客走 因為我要買房子 值得反省 對我來說 第四 they cultivate community and sharpen community in all contexts 真是盼望去create 一個environment 每一個人都是feel welcome 是幫助人去做自己 不需要去到一個組織裡面 不夠膽去表露自己的真身份 或者不夠膽去表露自己真的做的行為 the honor the roles to the best of the abilities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 role 我是老公 或者你是兒子 你是女 總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的 role 我們每一個都是上班的 我們每一個都是employee 究竟我們在這些 role裡面 我們有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有沒有將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行為 是相請 會不會出到的東西 they see the significance in small moments 在每一個細節裡面 他們都看到其實有意思 說到說他去到Walmart 或者去哪裡買東西的時間 幫他把東西放進袋子 把東西放進袋子裡的那個人 他都會看到那個人是重要的 而他會跟他說 How are you doing? 甚至關心一下他 可能不需要說 你站著十分鐘跟他說福音 因為你要做事 你關懷就是那個small significance 可能那個人回家 說 為何那個人這麼特別 那個人對我笑 可能對他來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一個活出信仰的人 就可能會有這個習慣 七 they suffer in Godly waste 真是會為神去受苦 我們現在很少會面對受苦 但是 一個活出信仰的人 就會願意去為神受苦 they talk about spirituality 即是會日常裡面去談一些熟靈的事情 我們盼望我們弟兄姊妹都會做這件事 我們需要去互相提醒 互相經歷的時間我們要分享 因為那個是成為我們弟兄姊妹裡面的一個鼓勵 我自己想了兩個 我自己是很whole to的東西 Remove the Sunday Barriers 我們很 我們 我們不知為何 即是基督徒不知為何 就很容易分裂了一個工作的時間 和一個weekend的時候 weekend我就做信徒 但一至五的時候 我就會日常生活 日常操作 因為很忙 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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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要除掉這件事情 我們要時刻都知道我們是一個信徒 我們信心和行為 永遠都是要相情 不論是星期六、星期日 一、二、三、四、五都是一樣 我自己很提醒我自己的是 never put things over people 物質的東西永遠都不可以跨越人 人情 我自己會經常提醒我自己的東西 我很多時候會不小心 即是你 即是你很快因為不想犯或者不知道什麼 那就擺放了那件事情 重要的那個人 但是我們每一個都知道 如果你跟別人爭吵架 你就知道 你爭吵架的時間 你可能那一刻火熱 你想贏 你會說一些話 你收不回 那個關係可能破裂了 但是當你的心情只是想要贏的時間 那一刻你就把那件事情 擺高於那個人 那裡面就表達不到 基督裡面的那個愛 而我們信心和行為裡面 相情的那個愛 到最後的時間 我盼望我們可以記得 一件事 記得 這個可能是一個壞例子 不過 聽完再說 希望我們可以 Let's do it 我們take action 我們Let's do it 我們一起去做 沒有藉口去做 為什麼是Let's do it 其實Just do it 你知道Nike的slogan Just do it 其實原本是 在Let's do it裡面 它自己改了 但是Just do it 這個slogan 沒有藉口 盼望你去做那個行為 其實是在Let's do it裡面 一個1988年 一個監犯裡面拿出來的 他殺了幾個人 他犯了很多錯 當他要去窗币的時間 那個人問他 你還有沒有話要說 最後有沒有說話要說 他說Let's do it 他已經沒有藉口 因為他知道自己做錯 他已經沒有藉口可以再說 或者沒有說話要再說 完結他算 當然這個是一個負的例子 但是Nike就拿了這個 Let's do it 就說轉了做Just do it 的時候 他就給了一個盼望別人去 堅持 堅持 不要給藉口自己 Just do it 去做 我盼望我們大兄姐妹 我們都不要給藉口自己 不要在這個bubble裡面去生活 我們盼望的 我們不是給這個世界裡面的影響 我們聽到當然重要 我們明白當然重要 去study the bible當然重要 但是那個不是一個結束 那個只是一個渠道去幫助我們 去認識愛神 愛人 愛人如己 讓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可以活出我們的信心 和我們的行為 是相平 讓我們圓圓的時間一起得到其中 一起得到其中 我們獻上感恩因為 我們的債 你已經還了 讓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 可以去享受一個跟你親密裡面的福分 這個也是祝福 讓我們看到我們身邊很多人更加需要你 讓我們是一個器皿去幫助人 去看到你的愛 看到經歷到你的大愛 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行為 和我們的信仰相稱 讓我們不單止去聽到 去學習了聖經裡面 教導我們要做的事情 但我們可以活出 讓我們skywalk bible church 代兄姊妹裡面的心 是有active 可以take action 有authenticity 可以有真誠在裡面 還有可以affectionate 裡面有互愛 幫助我們 我們會走錯 我們會軟弱的時候 我們會被世界困擾著我們 幫助我們找到我們的真自我 我們的identity是在你裡面 讓我們去不是靠自己 但我們靠著你 讓我們去活出到 聖經裡面所說的 愛裡面的樣色 讓我們take第一個step 讓我們去知道 我們有時候是自己欺騙我們自己 讓我們反省 我們對你的認真 讓我們去一步一步 有action去達到一個目的 讓我們看到一個意象 幫助我們 讓我們 讓我們願意surrender 在你面前 成為你可以去用的器皿 令到更加多人 可以得到一個祝福 那就是你聽我們討告 討告奉主耶穌得勝子 在你面前面意求